今天给大家带来,万代于22年8月6日最新发布的,初次十月动画水星的模拟机体,HG一端审判者,速组简单把玩展示。 老规矩,EG元祖先行,然后再请出同期发售的HD魔灵高达,接下来就是补色贴纸的展示,对比起魔灵来说属实有点多了,主要分布在头部上方与两侧,还有身上各处透明件的里面,最后就是背包的两片翅膀与中间处,最后真想吐槽一下,这里两个零件一个使用分件,另一个非要来张贴纸, 也许这就是HD最后的倔强吧,机体整体使用了紫白配色,外观设计总令我感觉像一种昆虫,身上多处使用了透明件,而这背包翅膀有点蝴蝶结的样子,那么这样看来,五分满分你会给它打几分呢? 然后,就是头部的设计,确实令我有点看不懂,而在可动方面,各处的方向幅度良好,肩部上台独立可动,整臂上台同样优秀,带平转关节,手肘弯曲大约90度,手掌正长球形关节,胸腰处带有超强的平转,侧摆良好,弯腰幅度良好, 大腿侧踢超强,甚至有点夸张了,前踢也很夸张,后踢因后裙关系约45度,膝盖弯曲超90,同样的膝盖装甲可动,与魔灵不同,脚板连接处使用了球关,左右的接地能力很强,脚尖处还带有向内弯曲结构,而背包处左右两边翅膀可翻动,翅膀上的两个紫色球体能独立取出,连接处可转动, 翅膀带有可展开收纳结构,而在武器配件方面,两把造型像全刃的武器,两条连接紫色球体用线缆,但阿代他只给了一个支架给你,并非常贴心地送了一些连接头,给你接其他支架使用,这两天把玩了这两台水星的模拟,HG机体下来,我的个人主观评价就是,造型上真的各花入各眼,但在模型的素质上是相当之高, 无论在可动表现还是装备玩法上,都可以说值得冲一下,非常期待该系列的其他机体表现,那么,我今天的简单把玩到此结束,咱们下款新品再见。